谢贤苦苦哀求,她却不肯留下,转身却愿意为了儿子束缚自己28年。 谢贤苦苦哀求,她却不肯留下,转身却愿意为了儿子束缚自己28年。 当下,在很多人的印象中,艺人们虽然多数都是男高大女漂亮,但原生态的却很少,然而在过去,娱乐圈最不缺的就是纯天然的美人,比如女演员珍珍。 自小珍珍就是别人家的孩子,是学霸也是文艺补干,她可以能用一口流利的英语上台演讲,接受名师教导的她芭蕾舞跳得更是十分出色,不过相比她的内在,她的外在更加夺目。 因此当她的好友偷偷将珍珍的照片寄到正在招收演员的国联公司时,作为BOTS的李汉祥当即拍板要签下珍珍,而彼时的她刚好18岁。 事实证明李汉祥的眼光没有错,而内外谦修的珍珍也不负她所望,仅从业三年就开始鸣声鹤起,更是因为不俗的天赋被台湾省的老牌影视公司,中莹给挖走了。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台湾省算是全国娱乐业的领头羊,毫不夸张地说,彼时的香港娱乐圈都得仰仗她吃饭,于是跳槽后的珍珍也真正迎来了事业的红利七。 此后,珍珍不仅邀约更多,更是成为了第一任琼瑶女郎,被公司安排先后与邓光荣,谢贤等当时炙手可热的男演员合作,连妹出演了彩云飞,心有千千节,海欧飞出等经典琼瑶电影, 而这不仅让她成为了台湾省文艺片首席女星,同时也让她走出国门火到了东南亚各国。 然而越来越红阔的事业带给珍珍的却不是满足,而是痛苦,拍不完的片约让她更是身心俱疲到必须靠服药才能入睡,于是27岁那年谢贤在机场突袭求婚后,珍珍不顾老妈祖兰当下就答应了。 可惜,生活的柴米油盐并不比工作轻松多少,于是珍珍后悔了,因此哪怕谢贤苦苦哀求,甚至还请了导演李航做说客, 但她在对方长达三小时的苦口婆心中依旧不改初衷,只想快速脱身去寻找真正的解脱,于是这段郎才女貌的家偶在婚后第三年选择了分道扬镳。 1978年的春天,走出情商的谢贤与迪波拉在婚了,重新拥有了家庭。 同年的冬天珍珍也结束了单身与音乐大师前导演刘家唱起杰连礼,八年后杰两人儿子刘子谦出生了,再过了几年两人成为了圈内的模范夫妻。 然而就在大家认为这一次,珍珍解脱了,终于找到令自己身心舒畅自由的婚姻时,这段看似恩爱的婚姻却被珍珍在2015年亲手揭开了遮羞部,她说, 其实我们早已经离婚,但为了儿子刘子谦隐瞒了28年。